台湾的護理 最熱烈的小子來歡迎 李隆騰醫生 台灣會受護理 護病也會差那麼多 原因是我們護理原因 甚至是不好找 很多人不接著護理 我連可受備的工作 歸醫生 真的你要說好 那我把護理研診水拉高一點 可以 那這件事呢 X公司 其他的行業通通會跟著說 為什麼只會對台灣好 沒有對我好 其實不會啦 因為這個叫做學以自用 有一些行政工作 還是要自己有過去的一個 學識上面的認知 你才能用在這個行程上 其實從行醫這40幾年來 看到了很多悲歡喜苦相當的多 那我們 你要說是哪一個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些說 那明明你跟他講說 這個不需要花那麼多精力去救他 因為沒有用沒有藥也沒有方法 那很多家屬都不放棄 偏偏也就是請假當產 偏偏就是要去救他 結果還是白忙一場 那反而是有的 你可以跟他講說 他這需要開刀或是做什麼治療 一定有成功的希望 偏偏他們就是認為說 他們年紀大了 寧可放棄不做治療 所以這樣的兩極化 讓我們也感覺到說 不管人的生或者是死 好像都已經有一點注定後很難抉擇的情形 這是我感覺最深刻 當了醫生之後就知道說 怎麼去保護自己的身體 定期做健康檢查 包括一般的超音波抽血 腸胃鏡等等 我們都知道怎麼去防護 所以有的人看起來說 71歲怎麼還可以走那麼快 其實這樣一路轉來 除了父母親給我很好的基因之外 至少在生活上 我們也知道怎麼去防護自己 保護自己 才會到今天 可以來這裡跟大家聊天 各位主事長 我們一起來歡迎 苗鳳翔組事長 到底這個轉是怎麼樣的一個轉 就是未來走的轉 大家走到現在 現在這樣的 Chap GPT AI 走得很厲害 但是 我最近常常 塞掉問這個問題 我們人會不會被取代 那你開副講的就很棒的話 只有不會用被害的人 才會被取代 這個C-Bank就是說 你在你的國家 不去做碳節能 我到歐盟來 我就要抽你的稅 那我們政府說 既然我這個稅要 台灣是外交導向 既然要被你抽 我還不在我們自己國內 所以才有 有碳稅碳肥的成立 那我認為這個碳水碳肥 是個出發 這是好是壞 但是我想也不能說 做壞事 你如果不出發的話 大家就可能不去努力 改善這個 泰盤上這一塊 但是我們希望 變成碳肥之後 能夠把 做很多incentive 來鼓勵 有些公司 有些創意的 他做了些什麼樣的發明 還是GADGE 自動化 包含在那裡 怎麼樣能夠解碳 也相對的鼓勵 這是比較更好的一個做法 其實我們現在的資訊 非常的發達 然後我是覺得現在 我們要去找資料 去了解一些本身不熟的事情 是不難的 要不要有這個意願 跟這個企圖性 因為到職場跟學校 其實是滿不一樣的 這裡面牽涉到很多實體的東西 跟一些蠻多的知識 我們可以先做很好的準備 在踏入職場之前 準備工作其實是 不是那麼困難 就可以做得到 希望大家努力 我們用最不一樣的方式 來歡迎他 就是這個 來歡迎我們的王正邦導演 你們知道 我們因為茶開來講 講電影講器具 同學們知道 戲劇裡面 哪一種戲最難拍 最難打 有沒有這個想法 哪一種戲最難 喜劇 喜劇 喜劇為什麼難呢 他一定 你實際要抓得真 這個人 講了這句話 你什麼時候接第二句 這個導演教會 教會 我說我沒有寫戲 手中歌 或者演了 都破電影了 所以我就上癮了 就上癮了 太好玩了 美國有個大導演 叫做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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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 Department 蠻不錯一個導演 他說為什麼他做導演呢 他說導演 每一次拍一個片子 他就好像被那個鯊魚 在那吃了一下子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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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可是到最後他說 我還好沒死 繼續再拍 另外一個很有名導演叫做 Robert Altman 他拍過很多很有意思的戲 他81歲 82歲走了 他最後 Hollywood給他一個終身成就獎 這個Oscar給他一個終身成就獎 因為他沒有得過任何獎 他說 為什麼要拍電影呢 他說我每拍一部片子 好像我又活了一輩子 所以比較起來我覺得很豐富 很滿足我活了很多輩子 MING PAO 我是王正芳 我是苗峰強 我是李龍堂 我在新華大學孫玉璇科技講奏